各位 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蔓延放下 今天和大家看一部電影 《雪笑之人》 袁富華神級演出 處理上神級的特額 這部電影 用洞督笑這個相對教欄門的題材 至上找來袁富華和吳士軒 兩位暫身的演員組合 希望可以帶來新的火花 《雪笑之人》的故事是以青年 尖卓文吳士軒飾演的為重心 文的媽媽至少就離家沒有回來 全靠爸爸 華哥養育成人 華哥因為小時候燒腦部 受傷而致力較低 唯一一直努力工作 並在文就讀及藏校長任職的中學 當校工 唯文文對這個介紹 而文在大學後因機會接觸到棟篤笑 而在文文畢業後又遇上疫情結果 華哥和文文一同於藏校長退休之後 經營的茶餐廳工作 而華哥也因而認識了四伊 陳麗雲飾演 文希望可以當全職的棟篤笑 但是華哥的身體日差也令到他感到矛盾 《雪笑之人》在演餘陣容來說算是相當新鮮 而且一眾演員但也表現得不錯 當中最為亮眼的 算是飾演華哥的袁富華 袁富華今次是飾演一位智力較低的爸爸 在飾演上既需要表現自己的智力不足 但同時亦需要展現對兒子的關懷 袁富華在這兩方面均能展現 而且效果自營之餘 亦不乏看到華哥對兒子的期盼 並且展現不同時分父子的不同關係 同樣表現有所突出的還有吳邵軒 吳邵軒近年嘗試不同的角色 而今次是擔任主角 飾演一位希望可以在棟篤笑發展的青年 吳邵軒在與爸爸的互動有相當默契 而吳軒的演出亦甚實彩 可算是最佳的演出 而向來在粵劇演出的阮兆輝 是今次飾演一名校長和茶餐廳老闆 效果都很好 至於陳麗雲的演出 角色設計上其實與他過去演出的差不多 然而表現上亦不是太差 至於五名師的演出 除了部分對白過於白日後 整體都算不錯 相比之下 說笑之人的劇本和處理上 似乎問題較大 說笑的人希望表達的主題相當多 從父子關係、疫情、社會經營困難、動督笑等等 但是對於曾執導商業電影和獨立電影的導演 歐卓文來說 似乎有相當的難度 亦令到無論是影片的節奏上 或者處理上 看到有不足 當中在茶餐廳裡 一眾店員談及疫情下的市場情況 明顯只是用上訪好視廣播劇處理 而且聽起來相當突入 還有五名師向吳善軒談及的動督笑 例如理論 整體效果由於將理論強勁吞下去一樣 多幕類似的主題展現 只令觀眾感到過於雪茄 節奏方面受到劇本希望展現的主題太多 令人看到節奏並不是平均 而100分鐘的電影 整體節奏偏慢 而且亦令人感到內容並不充足 亦是電影的敗筆之一 整體來說 說笑之人可算是演員 袁富華今來演出的 和發揮最佳的電影 而同時亦是吳兆軒近期 較早晨彩之一之作 在整體演員表現其實不錯 仍然而電影在劇本上過於貪心 部分主題展現過於雪茄和突圓 亦直接影響節奏之餘 同時亦令電影成績有所影響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請記得點讚 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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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按讚 按讚 反 Announcer